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达玛 吴达玛王子 对不起 我认错人了 吴达玛王子 我终于找到你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搞错了 没错 我的名字就叫吴达玛 对不起 吴达玛 奇怪 不光衣服一样 名字也一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人好多 这人好多 他们在吵什么 干嘛 我是转瓦关王子吴达玛 快让我进去拜见公主 你撒谎 我才是真正的吴达玛王子 你们也不照照镜子 谁不知道 吴达玛王子英俊潇洒以表堂堂 你们两个就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你就敢污辱我们 我的天哪 怎么一下子冒出了这么多吴达玛 你这个家伙跑哪去了 还得我们到处找你 我也正在到处找你们 你们看 一下子冒出了这么多王子 这些人一定听说我遭遇海盗生死不明 于是跑来冒充我 想和公主同妻 太可恶了 竟然敢假扮王子 这些麻烦了 我们怎么才能见到公主 公主殿下 外面聚集了上百个吴达玛王子 这些个骗子 应该把他们兜哄走 是真是假 考验便知 真的吴达玛王子也许就在其中 公主殿下 真的吴达玛王子已被海盗杀害 我劝您还是别心存幻想了 您应该和出身高贵的皮莫成婚才是 公主殿下 吴达玛王子生死不明 不能过早下结论 即使王子真出了意外 其他人想成为真辣的驸马 那也得通过比武招亲 那就按公主的意思 明天就举行比武招亲 尊敬的西古尔德大王 请看 这些都是最近征收的商船过路费 看得不错 大王 现在您威名远扬 那些商船闻风丧胆 都愿意乖乖地交出过路费 以自保 不错 对了 你不是已经计划好 太推辞了 那要确保披露 万无一事 大王放心 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大王 这边请 大王请看 看 大王 别吓着您吗 茶奴 你搞什么名堂 大王 这只巨鳄已经三天没喂了 现在见了什么都想咬 明天就用那些污打马来喂它 好 好 等公主嫁给了披露 真拉国就是我们的了 这是什么乐器 真好听 是中国的空侯 中国的空侯 谈得可真好 在真拉国能谈得这么好的人 只有一个 那就是拉美公主 拉美公主 古大马王子 您认识拉美公主吗 小时候 我们一起在真拉王宫里长大 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后来真拉国和爪哇国交捕 我才被迫离开了真拉 原来是这样啊 公主 公主 你听 有人在吹葫芦丝 看我 我没有打热 我打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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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大佛在笑你呢 公主 为什么大佛总是在笑 你说呢 因为他是实相 当然只有一种表情了 不对 因为他的心非常宁静 充满慈爱 有人射箭 比武有陷阱 切勿前往 不知道这箭是谁射来的 这支箭和上次蒙面人射来的箭一模一样 难道 五大马 您在哪里 明天你一定要来 五大马王子 您真的要冒险去参加比武招亲吗 就算有生命危险 我已要见到拉美公主 站住 你们两个不能进去 他们是我的随从 那也不行 小孩和爷 你们不行 这可怎么办 小琪 我们在这里等着 如果有危险 赶快让闪电雕出来通风报信 我记住了 阿门大哥 小琪 你发什么呆 这就是吴歌窟最著名的雕塑 人称吴歌的微笑 吴歌的微笑 吴歌窟是古代东方四大奇迹之一 每年成千上万的游客都会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一堵吴歌的微笑 你又在胡言乱语了 快走 十年了 岁月变缓 这巍峨的皇宫 庄严的雕像 永恒的微笑还是宛若从前 祈愿王子平安获胜 各位选手请做好准备 比武周期马上开始 现在比武开始 第一关要验明王子的身份 请大家看水池中的那座浮桥 自称是王子的人 要先走过那座浮桥 才能够有资格见到公主 过桥 这有什么难的 不过 我提醒各位 在这座浮桥的下面 居住着一条神恶 专持不诚实的人 所以只有真正的污打马王子 才能通过这座浮桥 神恶 一群胆小鬼 既然没有人愿意接受神恶的考验 那就说明这里根本就没有污打马王子 等一等 我愿意过桥 王子 这里面一定有预谋 千万不要去 这是唯一的机会 我不能让蓝美公主失望 王子 还真有不怕死的 是不是真的王子 就让神恶来告诉大家吧 请登上福桥 不管你是不是乌打马 这鳄鱼的肚子就是你的脏身之地 乌打马王子 这哪里是什么神恶 根本就是一条吃人的鳄鱼 我们要赶紧想办法帮助王子 有了 赶快让马马肚吹黑牛角 幸福鳄鱼 可是到处都是卫兵 我们出不去啊 快让闪电雕去报信啊 好办法 闪电雕快 快去报信 王子全靠你了 要不知里面情况怎么样了 真是把人给挤死了 挤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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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笨 阿喜 我怎么把你给忘了 啊 啊 啊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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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看到了 神恶已经有了答案 这个人是假冒的王子 主人 如果你原路退出 还能保住你的性命 原来 这就是塔努的陷阱 我绝不能后退 给我堵住 一定不能让它跑了 放箭 给我放箭 射别了 射别了 搞臭啊 把这只臭鸟给我射下来 射定掉 快跑 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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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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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 王子 看你还能撑多久 王子 王子 要小心 要小心 弹弩 动了 赶快让人把他救起来 公主殿下 我已经给过他机会了 这个不知悔改的骗子不值得您的怜悯 王子 真是 阿西怎么还不来报信 不知悔悟 闪电雕 字条 快看 师哥就要把他吃掉了 他肯定死了 是 要人 nasıl是 是 神恶显灵了 太好了 闪地雕成功了 神恶显灵了 神恶居然被他过河了 看来他真的是污打马王子 太好了 终于通过了 太棒了 污打马 你真的要回赵瓦国吗 赵瓦国和真辣国打仗了 我必须要回去了 不过等我长大了 一定会想办法阻止两国的战争 那时候我一定会回来的 这只葫芦丝送给你 谢谢你 辣妹公主 我们一起许个愿 祈祷真辣和爪蛙 凡人昌盛和平安乐 尊敬的公主殿下 我是爪蛙王子 污打马 我代表爪蛙人民 向您表达诚挚的敬意 诚实勇敢的王子 感谢您 慢着 公主殿下 虽然他通过了胡桥 但还不能证明他就是真的王子 都说这污打马勇敢睿智 让我再出一个谜语考一考他的智慧 你听好了 等一等 等 既然是为本公主择选加叙 那这个谜语应当由我来出吧 可恶 没想到他还藏着一手 那当然 公主殿下请便 是什么能给躁动的心带来宁静 是什么能让仇恨的怒火平息 是什么比世间的财富地位更加高贵 是什么能给人克服困难的智慧和勇气 比财富和地位更高贵一定是权力 不错 是神仙的法力 一帮俗人 你说是什么 当然是我的美貌 清儿 你猜得出来吗 王子不会被这个谜语难住吧 污打马 如果你真的是污打马 那就请你把谜底告诉大家 是微笑 微笑 正像伟大的蛇爷拔摩先王的实相启示的那样 只有宁静 宽容 睿智 无谓的微笑才能为世界迎来和平 永保昌盛 对 对 我怎么没有想到 真不愧是乌打马王子 就是啊 太好了 王子终于过关了 乌打马 你真的是乌打马 可别这么多年 你依然没有忘记我们的祈愿和誓言 公主 我说过 我会回来的 塔努 请你马上宣布 眼前这位客人就是真正的吴打马王子 对不起 公主殿下 现在恐怕还不能 不能 为什么 你什么意思 这是先王的遗诏 根据先王的旨意 订婚的信物是来自中国的绝世慈碑 天墓碑 如果这个人是乌打马王子 那就必须拿出天墓碑才能证明 是说什么 天墓碑 拿不出天墓碑 说明你是个冒片王子 来人 把他和他的同伙都给我抓起来 是 你